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腰谷特工队 我是David 高敏章 台北股市如我们所料 很快的就回补到8月2号的跳工缺口 所以这一波反弹已经涨了2800点 对 已经2800点了 但今天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本周的大事件 来看一下画面上的第一张图 首先是上个周末 我们Jackson Hall 包人出席的全球央行年会 你说他放歌吗 我觉得也不完全 只是他笃定的告诉你 9月会降息而已 笃定的告诉你 9月会降息 至于降几码 降几次 9月降后之后会不会11、12月要不要降息 这个他没讲 他只跟你说会降息 笃定了 9月会降息这个其实大家完完全全不意外 真的比较重要的是下面这张图 一直跟大家聊Fed Watch 你不要去管联署官员讲什么 你也不要管Bauer讲什么 因为Bauer讲的东西其实就很挤牙膏 每天只讲一点点而已 真正要看的是Fed Watch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的一个是9月18号的利率会议 降息1码的几率是61.5 最右上角蓝色的框框61.5 如果降2码的可能性是38.5 这是截至今日为止的 Fed Watch的数值会改 但David跟他讲 虽然很多人会希望要降2码 50个基点就2码 但我还是要讲那一句 降1码比较OK 无论你是投资股票的还是其他的都一样 因为如果真的真的降到2码 那市场会产生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那到时候市场很动荡 1码是比较OK的 那连准会自己当然也知道这件事 所以1码的可能性最高 他不太会拿石头砸自己脚 所以无论你是投资股市的 还是你已经买好债券的朋友 我们先看1码就好 先看1码就好 那买债券的朋友一定会说 David降得越多我赚得越多 对你买债券请ETF 我买债券的朋友 逻辑上是这样 不过降得多就表示经济有衰退的风险 还有可能降得多 这个两面认大家自己参考 好 紧接着我们往下看下一张图 那到底降息是会去还是要好 会往上还往下 画面上我们先看第一个消息 是美国银行8月发布的 针对基金经理人的调查 也有76%认为 软着陆 软着陆是未来最可能的 未来12个月 至于降息之后 会去还是会努力 来 统计数据 这是家信理财他做的数据 从1929年以来有4个利率循环的周期 其中12个周期 S&P500在降息 首次降息之后的12个月内是涨的 14次里面有12次是涨的 涨幅从3.3%到35.1%不等 那有两次跌的 一个是2001 这是打抗的泡沫 一个是2007的次贷的风险 2001跟2007也是极少数的两次 出现非常明确的景气衰退 就爆掉了 那这两次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泡沫时间 打抗这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当年2000年的时候 可能很多好朋友跟David一样 搞不好还在念书 打抗那个年代 就是所有的公司 我管你是说是做什么的 反正你的公司名称只要加上打抗 就打抗 所以很多的新创公司都在NASDAQ挂牌 包括从中国的一些网路公司到NASDAQ挂牌 一天挂牌当天 就可以涨几百% 当年在打抗的涨 那再来是次贷危机 07年08年那次 那次就是房地美房地美那两件事 所以这两件事是少数降息之后 大跌的 其他的大概率都是涨的 给大家参考 所以不要害怕降息 你要害怕的是如果有经济衰退的时候 那个trouble那个问题才会大 不是因为降息导致崩盘 是因为有问题降息 就是有经济衰退或者股市崩盘 而去降息的 那个很多时候会 让大家产生更多的疑虑 给大家参考 好 紧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档图 那联准会已经讲明了 我要降息了 所以美元指数是 对 平平平平平平往下掉 最近台币也还算强 所以台北股市其实也蛮强的 那最近蛮多好朋友问David一个问题 台北股市会不会有第二指角 第二指角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画面上台北股市加全指数今天 有个有点丑的长商影线 小涨82点 比较丑的是贵买 油红翻天 还跌了0.73% 来 首先 什么叫做第二指角 朋友们 你认为什么叫第二指角 当8月5号6号David跟大家讲过 那是波段低点的时候 我有讲过第一个反弹 直接看回股这个缺口 真的补得干干净净 一反弹2000多点 那上星期呢 有在锁定David频道的 或者加入David Lite的朋友 我也讲很清楚 补完缺口呢 这第一关 它开始横向整理 不是回档喔 我写的是整理 或者你要说它休息 不会回档喔 是没有回档喔 就这么短喔 休息一下下来就上去了 那为什么说第二指角 很多人会去期待啊 首先第一件事喔 如果你是8月5号6号7号 那个礼拜跟David Lite买的 你 会期待第二指角吗 不会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赢很多 你已经赢2000多点了 第二点 那什么叫第二指角 是不是我应该回去测 前面的低点附近 比它短没关系 但不可能是只得两三百点 像这一波 从上个星期最高点到现在 哈啵当当 去全部加起来500点 在我们台北股市这个K线上面 就没有感觉 对 这只能是整理而已 你真的要说第二只角 那你最起码 我们现在至少这个半年先要破一下吧 对不对 那起码回个一两千点吧 那要回到有第二只角 就是哇 我要这样灌下去 变成一只角 我们这样灌下去变成一只角 你要有理由啊 美国经济要衰退 日本央行再来升息 再伤害一次 有可能 如果他们这么干的话 但如果没有呢 那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就不可能有大修正 所以第二只角的难度很高 是因为前面这里 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吗 8月5号有800档跌停 那一天台积电盘充跌停 813 我们说那叫田田价 没有低点 台积电现在900多了 而且David先跟大家讲 台积电你还没有朋友 还没有上车的朋友 或者想上车的朋友们 不要等台 不要希望等了什么回答的 以台积电明年的EPS回推 要超过1000块是很容易的 这个我先讲 先跟大家讲 所以再回头想想 David刚刚跟你讲的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是对的 那台北股市怎么可能会有什么低点 因为台积电今年算快40块了 市场还在估台积电明年可能赚快50块 如果台积电明年可以赚了快50块 那David再问各位 哪来的有机会给你怎么讲 稍微有回档 其实就像上个星期我讲的 因为上个星期David是上课 我说如果你真的有在锁定David频道 有加入我们的Lite的朋友 我都讲很清楚 有破22000点 有破一下下 就星期五 就一下下 两个多小时而已 就没了 被拉走了 被鸿海拉走了 被鸿海集团的裤子拉走了 今天台北股市现在又是22200点 很快 没有什么低点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多头非常非常强劲 真的不要太期待修正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最有可能的是在这边 就是月线跟季线之间整理完之后 继续往台北股市的新高 对 我指的是历史新高 做挑战 给各位好朋友做参考 所以不要太期待这一点 好 紧接着 来看一下行情还有什么好玩的 首先呢 这个是最近一个新闻 应该今天的 AI浪潮其实从 细光子啦 CPU 全国订阅David的频道朋友们 CPU我们从去年5月讲到现在了吧 你应该听到快烂掉了 CPU就是 共同封装的光学的元件 或者你说光学共同封装都可以 CPU这个题材 后来有人讲细光子 其实细光子的题材比较大 你看到细光子三个字 简单 我们传输资料都是用电子 对不对 改成用光传输 这叫细光子 细光子为什么低功耗 因为光 它有些特殊的特性 光是双重特性的 所以你说光可以在固定一个频率里面 在细这个材料里面跑的时候 几乎可以无耗能 几乎可以做到无耗能 所以为什么它会写说高频宽低功耗 为什么重要 大家知道我们一般家里的数据电脑这些东西 用不太到这个技术 可是如果你是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资料库 对不对 或者是AI伺服器 你有庞大的资料运算的时候 那就有这个问题了 但你要传输量 传输量 超过800G以上 就会过热 会损耗 那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为什么会有细光子 为什么会有CPU封装 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们来看 这里有个新闻号碗 指的是 来来来 友达 今天的新闻 列入台积电这个细光子联盟 好 我们来看友达 表现得不怎样 为什么第一个说友达表现得不怎样 真正你讲细光子 你一定第一个想到台积电 是真的有 台积电就是阿尼基龙头 再来台积电的伙伴 叫日月光封装马 所以台积电日月光就是细光子 再来就把台积电扩散出来的 很多的供应链很多都有细光子 这样抓 大家理解 但细光子的范围比较广 因为只要改换成细 用光来传输的 它叫细光子 所以友达有加入这个东西叫联盟 它有这个技术 那它做的是哪一块 它做的是一种封装 对不对 那个散出型的封装 这个能够帮助友达多少 问号 所以它的股价就如画面这样 就不怎样 所以David不会让你去看友达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看谁抢 去年跟你讲到现在的 我只讲CPU 细光子还不见得会见 因为细光子的股票很多 今年年初光胜70块 这一波台北股市修正4000多点之后 反弹起来光胜现在还有400多块 年初70块 很主席 请问各位好朋友们 这是不是台北股市数一数二的强势股 那当然因为光胜它的整个产业的 我确定性比较高 因为CPU这个题材 我讲过很多次 它是题材 它后面会发酵 可是这个时间是在2026年 来你自己看台积电其实他自己有讲 2025年完成小型拔擦式连切系 对不对 2026年才会到CPU COWAS封装 有没有看到 这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去年就跟大家讲 要2026年 那股价为什么涨这么多 是因为光胜的EPS已经进来了 它今年已经赚10块以上了 所以它股价有那么多 再来呢 其实波罗威股价也很强 虽然没什么赚钱 赚不多 波罗威 算便宜 一百多块而已 上群就更扯了 第一季还赔钱 第二季稍微反回一层 现在没什么赔钱 但股价呢 也从今年年初的六十几块 到现在168 最高194 这就是David在讲 为什么CPU一直跟他提醒说 他是个题材没错 但他厉害的地方是 后面一定会实现 因为有台积电 他们自己台积电也清楚 需要这种细光子的传输技术 需要 这个光学共同的封装元件 对不对 那 商务全是这样来的 虽然没那么赚钱 讯芯呢 是鸿海的 确定 确定有CPU的 前阵子 讯芯的 法说自己也有讲 那 董事长自己出席 就讲吧 他们自己都有说 其实你看 讯芯的股价也是非常非常强势 所以他说 你去思考说 矽光子 其实很多公司都有 慢慢往这个方向明确 我们在摩尔定律上 我们要多久 要让整个速度加快一倍 可是 David就问一句很简单的逻辑 那 3奈米 2奈米 1奈米 那再往下咧 真的做得出来吗 1奈米就是个问号了 懂我意思吗 你会 你没办法突破物理上的限制 所以怎么办 那我可不可以把电子换光子 那就搞得定了 这才会有 我刚刚讲嘛 为什么会有CPU这个东西 为什么后面会有吸光子 原因在这里 所以这是个既定会发生的事情 它就变成一个趋势跟方向 那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股票 就容易多了吧 每一档表现都不错 好 再来 4908呢 因为今天有提问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4908其实说弱吗 其实他这波反弹还蛮强的 4979也是 前面很弱 但这波反弹都很强 但真正CPU的股票 有没有 有一档股票 它不算真的CPU 但是它有沾到 它最强 叫旺锡 旺锡 这不是说界面测试吗 对 它有沾到CPU 所以整个里面最最最强的 就是6223旺锡 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错 它这是历史高 一路飙 台北股是 杀的时候它有跌 但它这一波已经一路创新高 也是两个多礼拜前 David送你 你们资料里面 我讲的那个 强到没朋友 他就是其中之一 好了 话不多说 CPU的股票跟大家分享这里 请记得请做功课 因为这个族群 包括光盛 波罗威 上全 这个族群 可能会相伴我们 还有一两年的时间 当然了 有回档 像前波中挫的时候 来捡便宜是最好的 因为真的 你看嘛 我们就举局 3163波罗威就好了 最高点1900 上个星期人问我说 老师那我买到188怎么办 这买够贵了吧 好像也快回来了 你的趋势跟方向是对的 虽然那个买点真的不好 因为最高点才1900 你可以买188是真的买太贵 可是你有没有机会赚回来 有 因为你有趋势当靠山 投资就要这样做 趋势是对的 你只要愿意稍微捡便宜 大概率都会赚得到钱 而且搞不好要赚很多 好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下一个族群 这是最近的新闻 也是台北股市可能今天开高走低的原因 中东的冲突又升级了 最近大家讨论这个射火箭弹这件事 观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为什么是射火箭弹 有没有研究过这件事 不是以色列有一些防空系统吗 因为火箭弹很便宜 比飞弹便宜多了 所以发射火箭弹 对不对 攻击以色列 是因为我用便宜的武器 那用数量很多去击溃你的防空系统 所以我的飞弹 就是火箭弹 就我就会打进去 这样理解吗 如果大家有看过上次的一些资料 你就知道 好啦 坐礼拜执 那有没有族群受惠的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 中东红海 所以 航运股 早上确实有转强 我们大家自己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航运股 确实有转强 不过收的不好 万海只说这样 羊面一样 长蓝一样 这个族群就是我们在7月底 就是台风价前 跟大家分享的 确实一路以来 即便台北股是跌了几千点 他也没事 还照赚不悟 是好标的 而且是稳定的标的 就一个缺点 不太标 就没有涨很多 有点小可惜 但防御效果很好 防御效果很好 但David有注意到一个股票更好玩 今天 航运股强的 竟然是散装航的 汇洋2637 大家有注意到 今天汇洋很强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件事 货柜强是因为中东危机 货柜转强 那散装为什么强 大家来看一下K线 汇洋很久没来 散装强代表原物料在接下来可能有行情 我在讲一次 散装航运转强 代表原物料在接下来可能有行情 所以喜欢一些原物料Lag的朋友们 稍微留意一下 这是今天跟大家做分享的部分 好 那上礼拜呢 没有回答大家提过 我们今天一并回答好不好 首先呢 有人问说生阳 来我们切过来 8028生阳半岛你这么强 有没有需要等回答就不去 坦白讲了 涨这么多真的要等回答 因为你不能保证说 现在很好 未来一定很好 你只能说 我已经错过一档很标的股票 如果它有修正 再来买会更好 你看嘛 生阳半岛的走势 不就是跟David刚刚讲的那个旺系一样 强到没朋友啊 所以真的趁指数跌它有机会 问题是指数现在不太会跌 所以 不好不容易了 好那我问说世新怎么烂那么久 世新真没力空好不好 他这波验强 他从2000块附近 弹起来弹600点的 礼拜五的法说也是讲很清楚 可以EPS挑战70块 但不涨 今天就不涨 不过以我来看嘛 你如果EPS真的70块 那现在还蛮便宜的 不贵 已经跟David买在2000跟2100 我们是8月6号7号去买的 你有锁定我们的频道 你有跟我买在2000块附近的朋友 不急啦 短线你要卖一趟可以 但这样不要 我认为空间还有还没找完 华城会买一买 华城可以买 华城亚历中兴店 市店这些整个重店族群可以买 原因无他 就问一件事 首先我们在台湾的能源议题上 是个很难讨论的议题 就是有人支持核能 有人不支持核能 有人认为应该怎么做 但是就那句话 台湾这个政策在短时间之内 是不会改变的 既然不会改变 那华城亚历中兴店市店这四党 你有美国的单 也有台湾的订单 你就是躺着赚 而且好几年了 那你说现在这个位阶 可不可以买 除非你说老师 台湾绝对不会缺电 我们也不用任何其他的能源 我们就一路给他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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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对不对 我也可以接受 问题是事实证明一切 为什么需要这些这么多的资源 去做在强人电网 大家自己想想 好4968利基 成本200 成本200就不用怕了 你会买很贵 OK啦 9958世纪店 你买230 没问题啦 230块就回来了 1795美食上次人问过 350 真的要等久一点 真的要等久一点 这一辆会很好 问题是他今年比较没有爆发力 所以你说他到300块很容易 他就在这附近而已 大跌也跌不到他哪里去 问题是你说他马上涨到350 400 真的要看机会啦 就是轮到生计族群强一点 玉邦6449 163 全高200 163 这一辆股票 我不认为你需要卖 你应该不用出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去看以台北股市 这一辆股票算很强的 6449算很强的 所以你以台北股市这种条件 这个股票是强的 那话不用多说 你既然储上股票是强 你就不要急 更算你问我说会不会到200 我觉得不要说不可能 我确实有可能 所以你不用太急 好 成本163 你也差不多回来了 好不好 那黄昌2543 有人问到黄昌很好 黄昌是强势股 跟那个京城建设一样 可是营建股 因为最近的央行的一些措施 上个星期David节目讲过 不好意思 你又营建股了 自己退场了 为什么说退场 央行约了本土银行 国营去喝咖啡 这咖啡肯定不好喝 你们要规划未来一年 这个相关房地产的贷款的规划 计划 要出一个计划书 这样子 就讲白了 整个贷款的余到了上限了 房贷贷款到了上限了 那好 这代表房价会跌吗 错 房价不见得会跌 但是营建股涨了这么多 会不会跌 会 答案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管是营建啦 营造啦 或者是你什么爱山林啦 海月那个代销的 今年也来涨非常非常多了 那未来一年你很难有太大的空间了 所以 减码 卖一卖 再一次 再来是6204的爱华 买140 没什么问题啦 只是这张股票就蛮稳定而已 不容易大标好不好 刘威宁是创为 说真的这个股票已经被问很多年了 他这一波的涨势 是过去两年多以来 数一数二抢了一次 你有发现他 大 前面 台北股是大跌之前喔 7月中在这里喔 这一波全部涨回去来倒转 有没有注意到 他比之前强很多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期待喔 是不是接下来的业绩要好好转 但现在 还是说不准 但我觉得好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对一些消费性电子啦 IC设计啦 有兴趣的 不妨 这一档 就其中一个范例嘛 不是唯一啦 是其中之一 你就开始研究了喔 创为烂那么久了 怎么最近那么强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消费性IC的呢 是不是有机会 手机笔电相关的消费性电子的呢 会不会有机会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好 再来 又是华城亚历 这个我讲过了 反正你虽然买贵了 你不用太担心 4908前顶 你买比较反弹完了吗 反弹 没有反弹完了啊 但是你短线 因为我们上次是买在70几块80块的啊 所以你有的你当然已经赚了10几20块 你可以获得了解啊 只是这没有涨完啊 这根本没有涨完啊 好 那还是华城喔 华城如果买了700块 有没有机会回千元 我还是那句话了 以他的获零能力是有机会的 以他的获零能力是有机会的 好不好 5353的台零 如果你有台零你买40 42块喔 我会建议你反弹就减码吧 因为你真的买很贵 好不好 好 紧接着 南电200块今年会来吗 今年会不会来我不知道啦 因为现在已经8月底了 可是如果把时间拉到 今年或明年的话是有机会的 因为 那个ABF载版这几支 开始开始有动静 你看318就紧缩 最近开始有动静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5371中光电 90块 有机会啊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2313华通 华通看100是今年新高 观众朋友们 这个好朋友的提问是 华通有收到100块吗 我个人会倾向于有机会 为什么 其实华通今年的表现非常的好 不是只有股价喔 业绩也是喔 而且要稳定性很高喔 你看喔台北股市修正 也没有说跌得很惨喔 只是说这么稳定性高的股票 能够到100 那台北股市的行情想当然了 是很好的 给你做参考 好了 穩帽跌够了没 穩帽跌完了啦 PA的族群可以看啊 因为你看嘛 PA这个族群喔 最强的就是4968利基啊 利基业绩烂成帐 都可以值这个钱 180耶 你知道一点 我先跟他讲喔 4968利基喔 就是PA这个族群的领头羊啊 其实他之前涨过一波了耶 从110几涨200多耶 那你再看3105文貌 对不对 利基上去文貌就有机会了 然后再来就是洪杰科啦 全新这一卦 好啦 以上呢就是所有好朋友的提问 那台北股市喔 你不用去期待有太大的回答 除非 就像我常讲的嘛 集中可能性啦 日本银行在升息嘛 连准会一次降息降太多嘛 或者什么对岸什么东西飞过来之类的 要有这种可能性才有修正啦 那不然 大家就赶快准备好 有些还没涨到的 便宜的赶快买 那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 David的like生活圈 常常跟你分享一些 即时的资讯 有兴趣的朋友们自己加一加 好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到这边 咱们下周见 拜